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67岁的周阿姨本来想和老伴安享着自己的晚年生活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老伴的记忆力越来越差 有时昨天吃的什么饭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 周阿姨带老伴去医院就医,晴天霹雳 老伴竟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周阿姨每天的生活,从每天逗到鸟,看看书,跳跳广场舞 变成了每天负责,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 看着陪伴自己大半辈子的老伴 变成说什么话都记不住的迟暮老人,周阿姨心急如焚 同时,周阿姨也开始害怕起来,害怕自己也患上老年痴呆 如果自己得病的话,一是老伴无人照顾,二是自己也要成为儿子的负担 周阿姨的邻居听过了周阿姨的烦恼后 邻居说核桃可以补脑,自己也一直坚持吃着 建议周阿姨可以一天吃几个核桃,预防老年痴呆 周阿姨觉得邻居说的有道理,就在市场购买了核桃,开始每天食用 但最近,周阿姨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核桃里有很多油脂 吃多了,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很可能变成了催命符 周阿姨不清楚消息的真假,只能带着疑问去咨询医生 核桃到底有没有危害,能不能补脑 一,常吃核桃能补脑是真的吗?当然不是 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蚁形补形并没有科学依据 完全是杜钻出来的概念 核桃内的确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 以100克核桃为例 内里大约有58.8克脂肪 19.1克碳水化合物,14.9克蛋白质 9.5克纤维素,以及少量的钾、钙、磷、鎂等矿物质和维生素 相对而言,核桃是个营养较为全面的食物 提出核桃具有补脑效果的理论 是认为核桃内含有Omega-3脂肪酸 而Omega-3脂肪酸内含有神经系统细胞生长 维持大脑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DHA 于是核桃可补脑的说法就出现了 事实上,核桃内含有的Omega-3脂肪酸 并不能和DHA划上等号 很多坚果内都含有这个物质 只是因为核桃的外形和大脑更像一些 于是被一些有心之人单独拎出来 至于一些说核桃内含有的其他微量元素 可补脑的说法更加不可信 因为核桃内含有的新元素十分有限 完全不仅牛排、肚里、芝麻等食物内的含量高 怎么从来没听说这些食物能补脑呢? 简单来说,想要通过吃核桃来补充营养元素是可行的 但是,它无法起到所谓的补脑效果 想要通过吃核桃来补脑,还是省省吧 2.核桃是血管清道夫,还是害人催命夫? 关于核桃的传言,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有些人认为核桃高营养能补脑,日常应该多吃些 还有些人认为核桃内含有大量油脂和脂肪 经常吃核桃会给心血管健康带来极大威胁 甚至可以说是催命夫般的存在 于是在生活中对核桃避而远之,完全不敢吃 事实是怎样的呢? 核桃内含有的油脂含量占比高达58.8% 的确是个高油脂的食物 但是这并不代表核桃就不健康 美国化学学会研究所曾在Food and Function上 刊登了一项研究 研究指出核桃内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 相较于其他坚果营养成分更高 可以被称之为坚果之王 美国心脏协会也曾发表过关于核桃的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将饮食内5%的饱和脂肪酸换成核桃 罹患高血压的风险显著降低了 换言之 吃核桃对心血管健康有一定好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营养与食品安全系副教授范志宏表示 核桃虽好 但是在吃的时候也有不少的讲究 日常购买核桃建议购买原味的 不要选择一些甜味咸味或者是过干的核桃 这种核桃为了让其风味变好 核桃会在制作过程中加入大量的糖分、盐分 让核桃变得不再健康 食用后反而会给健康带来一些风险 除了选购核桃需要注意以外 食用核桃的时间也要有所注意 一般情况下建议在早晨吃核桃为一 因为核桃是个高油脂的食物 在早晨吃核桃可以让身体补充能量 以供全天的需求 如果在夜间吃核桃的话 容易导致身体摄入过多油脂 而夜间本身消耗量就比较少 很容易导致油脂在体内堆积 诱发身体肥胖 那么我们一天该吃几个核桃最好呢 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每周摄入 坚果量保持在70克左右 也就是每天平均摄入10克 换算一下 吃核桃的话大约在2到3个的量 每天保持这个量的摄入是非常健康的 4.核桃并非人人都适宜 这类人群要注意 值得提醒的是 核桃内虽然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 但是却不适合所有人 这三类人建议你别吃核桃 核桃是个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 可帮助身体补充能量 对于高血脂高血糖 以及高血压的人群而言 核桃是不太适合的 因为核桃内的能量较高 容易会导致这些人群病情反复 对于病情控制很不利 特别是一些病情控制尚不稳定的人群 不建议食用 2.腹泻的人 核桃内含有的油脂含量非常丰富 对于便秘的人群而言 可帮助改善症状 但是本身有腹泻情况的人 吃核桃则容易导致腹泻情况加重 3.咳嗽痰多上火的人 相对而言 核桃是个较为热性的食物 对于一些因风热引起感冒 或者是身体上火的人群来说 吃核桃会让本身的症状加重 对于病情的恢复不利 还容易诱发口腔溃疡 牙瘾肿痛等症状出现 核桃作为坚果之王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适当的吃核桃 能给健康带来一定的好处 有益于心血管健康 但是并不能起到补脑的效果 你行补行不可取 正确饮食是关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您有所帮助 您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视频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是小影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